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 主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我才临时的了解了一下父亲节的来历 原来就发源于美国 好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 美国间教会里有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的母亲呢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就回天家了 然后她的父亲非常了不起 她家姊妹很多 所以她父亲又做 又做 拿中国三文化说 又做爹又做娘啊 很不容易的 把这几个儿女都拉扯大了 等儿女都成长起来以后 她不久也就回天家了 所以这个姊妹啊 非常的怀念她的父亲 有一年呢 这个姊妹就跟他们教会的一个 教会的牧师吧 就提议了能不能专门的 规定这么一个日子 教会来为所有的父亲 父亲的弟兄们来祷告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不是太清楚 总之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最后美国的国家规定 就是这一天 是父亲节 就是今天 很让人感动的一件故事 我在这里也想起 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呢 有一个传说 而且是在我们东北 辽宁省 有一个传说 请请请我先做两个小见证 时间很短 一个是 我们辽宁省 它属于东山省 东山省最南边的一个省 辽宁省的西南部方向 沿海地区 有一个熊耀 这个正确的发音应该念熊月 但是我们当地的土话 一直就是民间管的 叫熊耀 这是地方色彩 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个习惯 这么来称 在我们辽南地区 就是沿着渤海 渤海边上有一个城市叫银口 银口呢 它呢有一个县级市 归银口馆的一个县级市 叫熊耀 这个地方盛产水果 特别是这个地方盛产的那个 巨峰葡萄 甜的不得了 它那个甜度就是说 你吃完它的葡萄 那个手指沾着葡萄汁啊 都会像 能拉出丝来的一个感觉 那个葡萄非常甜 可能是与他们 与那个地方当地的统治什么都有关系 这个我们不去探讨 主要熊耀啊 有一座山 因为熊耀它 我们东北啊 基本上是大平原 山地很少 有也就是一些 其实称不上南方那种高山 一整海拔好几千米 没有那样的山 我们东北最高的海拔一千 我了解的不多 可能也就一千多米 不到两千米那样的最高山 像那个长白山 大兴安嶺也就那样 我们那个东北南部 辽宁省地区 基本都是些丘陵 海拔七八百米了不起 好像辽宁省最高的山 岗山 最高海拔八百多米 那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熊耀那个地方啊 基本是一个平原 盛产水果 但是在那个地方 很突然的那么立起来 一座石喇子 也叫山 因为当地没有太大的山 所以也管那个叫山 叫望儿山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那也算当地的一景 当地的一景 其实我看很普通 但是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山啊 山顶上有一个岩石 你远远望去啊 像一个人立在那山顶上 它那个面朝大海 因为它在渤海边上 面朝大海 所以自古传说啊 有一个儿子 就是说 有一个母亲呢 她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啊 早年间呢 就随船出去打鱼去了 这一打鱼啊 再也没有回来 再也没有回来 不知道生 也不知道死 但是渔民都知道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 基本上 那个人可能在海上 就出现什么情况 不会再回来 但是据说 她的妈妈 每天只要吃完饭 就爬到那个 就是这个望儿山上去 面朝大海 就望了 望了 希望她的儿子能够活 一直到她死 最后呢 那天据说 她一爬上那座山上去 最后就死在那座山上 她就变成了那个岩石 因此当地老百姓 就往那座山起名 就叫望儿山 你坐火车往那个巡耀去 远远的就能看见那座山 山上有一个岩石 像人的形状 真是那样 很奇怪 大自然 是很奇妙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了 我这只是一个传说 我再讲一个小见证 这是一件真事 发生在我们沈阳 九十年代的时候 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兴起了一股下海的金沙潮林 邓小林难寻 所以很多人都到南方去了 从东北到南方去创业去了 其中沈阳啊 有一个叫呂卡 这个人当年 他也就是三十多点的年纪 他就有好朋友先到了广东那边 然后给他打电话 说呂卡那你到这边来啊 这边好像说得非常好 到处都能挣着钱 到处都能挣着钱 钱特别好赚 你到这边来吧 我现在挣了多少多少钱了 就把呂卡呢 匡到那个广东那边去了 可能在广州 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骗 也没挣着几个钱 这个呂卡呢 他这个脸面很毛的 他不乐意回家 他觉得说我走的时候雄心壮志 跟父亲也道别了 跟新婚的妻子也道别了 然后我说 我说得那么好 我到了南方以后 我说落到这幅田地 我现在回到家乡去 我没有脸 这个呂卡非常的讲究面子 这个人也很好 所以他就不肯回家 他就宁肯在外边流浪 捡垃圾箱里的食物吃 因为他找不着工作 他就在外流浪了多年 多年 在这个期间 他的父亲非常好 他父亲就登报纸 甚至上电视台去找人 拖电视台给他打 就是发那个信息 比如说他的儿子流浪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找这个儿子 一找找了好几年 找了八年 一找找了八年 从那个九十年代初 一直找到九十年代后期 终于有一天他看电视 他看山东 山东什么地方我忘了 当时是辽宁电视台 还是中央电视台 谷歌的那个新闻 就说当地啊 有一个人 丢了好几万块钱 不知道这钱丢在哪儿 非常着急 这个时候有一个流浪汉 这个流浪汉呢 他专门捡那个垃圾箱的食品 他有一天 他就在捡垃圾箱的时候 从垃圾箱里捡了一个包裹 那包裹里有好几万人民币 这个流浪汉怎么做呢 就拿着这个包裹 到当地的派出所去了 到了公安派出所 他说 这是我翻垃圾箱食品时候 找着的这些钱 我不能要 不知道是谁丢的 请我们派出所能够找一找 帮帮忙 派出所的人很受感动 说这么一个流浪汉 一个要饭花子 他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他有一天翻垃圾箱 找着这么多钱 他能一分钱都不密箱 所以令警察很感动 就把他这个事儿 报告给当地的电视台 电视台立刻就去人去拍照 去录像 然后就在当地的新闻里面报出来 当时正在宣传五角四美 大陆有一段时间宣传五角四美 正好符合这个宣传趋势 所以就把他的事儿报到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这个晚间 新闻联播播出来了 没想到 那天在我们沈爻铁系区 旅卡的家里 他父亲是个退休干部 他父亲看新闻联播这个新闻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个流浪汉是他的儿子 他父亲马上就打电话给辽宁电视台 说那个 我找了好多年 我的儿子 我刚才突然在 你们转过晚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 看着我儿子 那个流浪汉就是我儿子 说你们能不能帮忙 就把中央电视台打个电话 找一找 帮我找一找 因为他老去到辽宁电视台去寻找他儿子嘛 所以辽宁电视台马上就告他 打电话给上级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马上打电话给三宁电视台 三宁电视台马上告诉党地的派手 去找这个流浪汉 找不着 找不着 但是辽宁电视台 你看这是一个新闻热点 就一直跟踪报道这件事儿 在全国啊 各电视台里就掀起了寻找旅航 这么一个热潮 那年是个热点新闻啊 终于有一天在哪找的 好像在江苏也不是哪个 南通啊也不是哪个小城市 我忘记了 记不清了 因为过去好多年了 终于把这个旅航找到 因为他是全国各地的大处流浪 找着了以后啊 他父亲就跟着辽宁电视台的人赶到那个地方去 到那个地方以后 公安局已经把旅航留下了 派出事儿留些分 不让他走了 其实他还不想见他的父亲 因为他感觉面子没有光彩 然后他父亲当天晚上 那辽民台也播的那个新闻嘛 我当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报道 几乎天天都看 因为天天都报道这个新闻 所以当时我看电视里面 他父亲看着他的儿子 一把就上去把他儿子抱住 他说你傻呀 你不知道爸爸找你找了多少年 一共找了八年呢 说你何苦呢 你为什么不找回家呢 那父子俩当时就抱在一起痛哭 这八年里他新婚的妻子啊 因为等了他好几年 认为他死在外头了 早已经改嫁了 后来他父亲把他领回这个我们沈阳去 他妻子真是 他妻子真是不错 他妻子就跟他现在那个丈夫说 他说我的丈夫回来了 我原来不知道他还活着 以为他早就没了 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那个人也不错 那个人如果离开 所以这一几家人就破镜重圆了 弟兄姊妹 人间的父亲是这样的爱 人间的父亲为了找他的儿子 流浪在外的儿子 流浪在外的儿子 找了八年 那种爱 非常伟大 也让人感动 我相信 我相信 在人间有不少这样的父亲 特别在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 人情 古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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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很热 很热 特别是一家人 真的是挂念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 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天父 人类是他所造的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被称为是人类的父啊 是的 因为人类是神所所造的 人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 所以他是我们真正的父亲 但是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当人 背离神的旨意 走了与神旨意相仿的道路以后 人堕落成罪人啊 堕落成神的仇敌啊 但是神是怎么来看待人的呢 神在那里等待罪人的悔改 如同一个父亲一样 主耶稣基督 有人说 那是一个讲比喻的大师 没有比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再好的了 你在人间古往今来 你在所有的人里面 你也找不出一个能把比喻讲得这么透彻 这么明白 这么精彩的人 唯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听别人讲 在大学里学中文系的 他没有不读圣经的 因为圣经是文学史上的高峰 再也没有任何一本书 所以写作那个水平能高过圣经 我也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里有很深的含义啊 主耶稣告诉罪人 神像一个父亲一样 慈爱的父亲一样 天天站在门口 巴望的流浪在外的那些罪人啊 能够回头 神他有五大自然属性啊 就是全知全在全能 永远不变 这就是神的五大自然属性 他凭着他的全知在永远里 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属于他的 人做不到这一切 人不可能有这样的预知的能力 但是神却在创世以前 这不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吗 在创世以前 以夫所书 对不起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神在万事以前 就是创立世界以前 在永远里 他就知道我们 他就定下了一个时候 在他时候到了时候 要呼唤我们 回到他的身边去 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 浪子比喻里 这个浪子 他在外浪荡 灰火 他把他从父亲那里 得到的一切的产业都给灰火光了 他去从事不光彩的职业 就是放中预养不光彩的职业 误会的行业 他去到了远方 远方就是撒旦的世界 他流浪在那里 他得到了什么好处 他可能有一时得到了暂时的最终之乐 但是最终的时候 最后他还是落了个倾家荡场 一无所剩 所以有一天 他忽然明白 他说在我父亲那里 我父亲的家里 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然后他说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谁告诉他的要起来啊 是圣灵 弟兄姊妹啊 千万不要以为 他说罪人能凭着自己 愿意悔改 能凭着自己 愿意回到父的怀抱中去 没有这件事儿 是谁来感动罪人悔改的呢 是圣灵 是神先去寻找人 主耶稣在十五章这里面 他讲了三个比喻嘛 一个是失去羊的比喻 一个是失去钱的比喻 那不都是圣灵在寻找人吗 都是神主动去寻找罪人吗 没有一个罪人愿意说 我要回转 回到父的面前去 我要离开这些罪恶 都是神先做的 是神先主动寻找每一个罪 然后在他心里感动他 能够回头 回到父的面前去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 所要告诉罪人 今天在世界上有太多的罪人 不愿意悔改 有许多的传道人 受圣灵的感动 受圣灵的差遣 去到远方去传福音 但是今天接受福音的有多少人呢 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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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在永远里 预知哪一个是属他的人 他就在那个人的身上 做感动的工作 呼唤他 回家 就像驴侃的父亲一样 甚至比驴侃的父亲更有爱 更伟大 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位天父 他站在家门口 天天巴望 那个流浪的儿子 回到他的怀抱 回到他的面前 回到他的家里来 真相望而山上的那个母亲 望眼欲传 但那只是一个传说 可是主耶稣讲的 却是一件真实的 真实的事情啊 天父天天站在家门口 渴望罪人回家 渴望罪人来到他的面前 有一天 又一天 他看到 他的儿子 从远方回来 远远地就看见了 你看天父是什么样的举动 马上跑过去 马上跑过去 然后抱住他亲嘴 父亲让仆人赶快把那个袍子 披在他儿子的身上 那袍子就是基督的义 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够成义呢 而是父神他的怜悯和慈爱 他白白地把这个义 也就是这个袍子所预表 披在那个罪人身上 然后又宰了肥牛犊 肥牛犊就预表主耶稣啊 在旧约里不是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献祭吗 献牛献羊 那都预表主耶稣啊 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享受 主耶稣是我们的食物 主耶稣是我们的供应 主耶稣能满足我们的饥渴 主耶稣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就是那个牛犊的预表 我们得救了以后 马上就在基督里有享受 马上就在教会里得平安 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一件事 就是神一切的助力都在他的教会里 在教会之外你找不到 找不到 有的基督徒说 我看教会里有这毛病那毛病 尽挑教会的毛病 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 有 这人是谁样的 我相信在别地的地方也一样会有 在美国也会有 哪都有 到处挑教会的毛病 挑传道人的毛病 大家说除了主耶稣之外 有没有另外一个人是完全的 没有嘛 所以你挑毛病谁都有 他好像鸡蛋你挑毒毒 他挑出来一点点问题 教会有问题 我不再教会了 我回家自己去敬拜神去 我回家自己去信主去 我告诉你 这样的基督徒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像一只失落的羊 他离开了羊群 到了外边那个环境里 危险的环境里 外边有什么 有狼 有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到处寻找可吞吃的羊 你一旦你觉得说 所有的教会都有毛病 所有的传道人 没一个你能看得上 你就危险 你说我回家去 自己去敬拜神 坏了 你一定会遭殃 真的 一定会遭殃 一定会被魔鬼吞吃的 我倒不是说那样的人就不得救了 因为神没有这样说 圣经里没有这样教导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不要离开羊群 因为在羊群里就有一个保护 在羊群里就有草吃 在羊群里就有温暖 在羊群里就有祥树 在羊群里就可以抵御风寒 在羊群里就不至于被风吹雨打 所以弟兄 千万千万基督这个 所以神一切的祝福都在祂的家里 祂的家是什么 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家 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 启明就叫基督之家 是不是 还有像我知道 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 叫基督徒之家 我们在沈阳的教会 也启明叫基督徒之家 感谢主 在库伯地诺 永和超市附近 有一个基督徒会航 是不是 感谢主 所以长老教会 其实就是基督教会 圣公会就是基督教会 路德会就是基督教会 所以你到教会里 你找到一个适合你委身的教会 就一直扎下灯来 不要轻易地离开 不要轻易地离开 那离开了就受亏损了 离开了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 浪荡在外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 倒是说的是那些 还没有归信的 罪人 但是这个比喻里 也可以运用在教会 现在的情形当中 这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回到字面里来 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时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 这个比喻是说到那个还没有归信的浪子 还没有归信的罪人 圣灵呼唤他回到父的怀抱里 这个人就听了嘛 这个人就按照里面的感动就回家了嘛 回家了 父就抱住他亲嘴 回家了 父就把他所有的给他 但是还有一批人也不高兴了 这批人就是那个大儿子说音表 这批人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 其实就是指着当时的犹太人 法利赛 杀都盖人 犹太人很骄傲 他们觉得外邦人不配得救 他们觉得外邦人是在那个亚伯拉罕之约以外 其实不是这样 他们不了解神的爱 也不了解神的行义 犹太人 犹太人直到今天 他们还是看外邦人如何 他们还是持守着那个律法调文 他们确实自己凭着守律法就可以称义 这是完全错误的思想 他明明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享受神所给他预备的一切好处 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错误观念一直在那里受苦 是不是?苦巴巴 像那个奴隶一样 其实他不是奴隶 他是长者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讲的多么清楚啊 他说那个大儿子 本来应该好好享受神的恩典的 可是他却骄傲说 我可以按照你所给我的一切封路 我都能做的一条不差 结果他不知道 你差一条 你犯一条就是犯重点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守全这个律法 除了主耶稣 所以说耶稣是我们的义 从古到今 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 在这里没有犯一条律法 因此他是完全 他是义的 所以他 复活以后 父神把他儿子的义赐给我们罪人 我们就凭着耶稣基督的义称义了 这不就是旧恩吗 因此上 直到今天那些犹太人还在那里面 看外邦人 为不洁净 这是错误的观念 只有他 他们还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够配成为神的子民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但是有一天他要明白过来 什么时候 就是末世的时候 末世的时候 犹太人要全家悔改 千万不要以为神把犹太人给弃绝了 不是这样 神没有弃绝他们 神直到今天还在等待他回转 这是这个比喻里面 那后一部分的意义 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些不明白 但是也有觉醒的苗头 那到什么时候他们完全的明白过来 完全的悔改归向神呢 就是在末后的时代 得基督掌权的末期 对犹太人那个打鼻破开始的时候 他们全家悔改归神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讲了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那个还没有归系的那个小儿子浪子 一部分是在家里面 他们还不知道享受了大儿子 这是这个比喻的 两个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母是慈爱 他巴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去 那么今天教会里边呢 我们要求神呢 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如何 让我们明白在他的慈爱中 有多少的恩典 是给我们预备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不轻易动摇 我们要始终在神的家里 不要离开神的家 我们要知道这个家里的温暖 有爱 那么对那些还没有归信的 那些罪人来讲 我们要告诉他 有一位慈爱 天天站在门口 等候罪人悔改 要听从圣灵 在你心里的呼唤 回家 回家 父亲 在门口 远远地看着 当你 出现在家门口的远处的时候 父亲就会跑 跑过去把你抱住 这是我们今天传父亲的内容 我们要宣传成正的父亲 也求圣灵能够与我们通过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床 我们废死尽 也床不了解 也床不出去 所以我们必须 求圣灵来使用我们 来感动我们 求圣灵用他的话 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 让我们用神的话 去传扬了美好的好消息 让更多的浪子 让更多的浪子 能够早日的回头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祇爱的父神 我们永远地感谢你 你在永世里预定我们得救 在你所预定的时候 你呼召来到你的面前 你永远是站在家门口 等候我们的父 父啊 我们今天在你的家里 享受你何等的恩典 何等的丰富 这一切都是你所白白赐给我们的 我们带着满怀的感恩 永远地将荣耀归给你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永远与他的教会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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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